美国刚公布的8月份失业率上涨到3.8% 就业人数也呈现下滑的趋势 市场因此认为美领储很大可能不会继续升息 但是持续上涨的失业率着实令人担忧 就业报告出炉之后 美联储停止升息的可能性也提高 市场也因此出现乐观态度 星期五的美股呈现一片绿海 道琼斯指数闭市时上涨超过115点 报34,837点 标普500指数也上涨超过8点 以4,515点挂收 只有纳斯达克指数下滑大于3点 数盘时报14,031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